依舊自然米歇 四個不輸 那個很有名 那個台菜 我們本來再做 做這兩道創熱 其實我們嚴格來算時間的話 五分鐘大家就搞定了 米歇 另外一個來做這個烏烈 那其實很簡單 只要把鍋加熱 我們也不加任何的油 所以都不要油啊 不需要油 因為健康的同時 我們真的就不要再吃太多油 沒錯 那這個你直接把它丟下來 丟下來 很簡單 這裡丟米歇 這裡丟烏烈 好 你看 它還是有醬汁啊 我同時兩鍋一起開了 其實你這樣子簡單一點點水 對不對 或者是一點點高湯 或者是你站在熬一鍋湯 咬一點湯進來拌一拌 就把這個滷汁也不浪費 丟下來 準備了鍋蓋 把它蓋著就好了嘛 這樣就好了 你看它悶一下嘛 它很快 然後再來呢 你看像我們這邊 是用這個米歇 那你看很輕鬆 像比如說我們這邊有啤酒 這是啤酒 剛剛我們講說 我們可以來一點啤酒在這裡 倒一點點下來 你去做一個啤酒米歇 其實當你喝高粱也可以加高粱 你喝威士忌的時候 也可以加威士忌 其實吃滷味就是一個讓人家 什麼叫做創意料理對不對 對 讓它很輕鬆的時候 但是我們想要讓它增加 為什麼要加多一點水 因為等一下可以多加一點料 這時候其實就算你在這邊 加一點 比如說 還是年糕 也很好吃 比如說你現在加一點水分 為什麼要特別講一些水分 有時候你要吃宵夜 你有滷味 但是你覺得你不知道該怎麼煮 就剛剛很簡單 加水 加啤酒 或加任何的湯 這邊再丟一個冬粉 就好了 你就有一餐了 所以你只需要擁有一點點東西 好的東西在你的冰箱就夠了 一下子的時間 你看其實你看 我們這個原本剛剛很硬的 這個烏扇 它現在基本上 它已經開始在煮開了 那我跟大家說 這烏扇要好吃 你要讓它稍微煮久一點 讓它燜久一點 我們做一個皮蛋的烏扇 所以你就把這個皮蛋丟下來 就把它丟下來 讓它去燴一下 讓它煮一下 然後有時候你去吃牛肉麵 你有看到酸菜吧 把它包一點回來 包一點回來 你就有這個酸菜了 那你就把這個酸菜 丟一點點下去 天啊 我還真不知道滷味可以這樣變 對 所以其實滷味為什麼可以這麼方便 能夠多遠的創造料理 剛剛的對不對 剛剛這個烏扇都好了 已經好了 它已經開始很軟糯了 把它拌一拌 然後這邊蔬菜類的東西 我們可以加一點點 比如說這個花椰菜 增加它顏色的綠色 然後這是什麼豆芽菜 丟下來 這一鍋已經多到滿出來了 我剛剛只有一點點的滷味 可是我可以讓它多到滿出來 升級幾乎是 好一鍋了 升級幾乎十倍 對 再來這裡 你看這個 這樣我也會了 觀眾朋友 如果我會的話 大家通通都兩百分以上 差不多一百分 對 差不多一百分以上 真的 明顯也軟糯了 我們這時候增加一點料 這邊除了有蛋白質之外 散子纖維也幫大家考慮 對 蔬菜也進去了 對 你要讓它不一樣 你就下一點點 家裡都會有的蔥 薑 蒜 都丟下來 對不對 辣椒 我們可以關火了 因為它基本上已經軟糯了 辣椒都丟進來 薑菜 蔥都把它丟下來 你喜歡咖哩粉丟咖哩 你喜歡紅椒粉丟紅椒 這是孜然 我跟你講明顯是要孜然 很好吃的 所以撒一點點孜然粉 所以你不一定要配那個花生粉 對 沒有 我們等一下還是要有 這把它拌一拌 這把它拌一拌 然後拌完之後呢 剛剛講沒有花生粉 花生粉太細了 不能增加份量 丟花生 對不對 丟花生 你這嚴選 嚴選過的花生 對 這樣就已經完成兩道了 你看 那你看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做的那個 啤酒孜然米血 這個不輸 那個很有名 那個台菜 對不對 對 絕對不會輸的 台菜 那這樣這一盤 大概也要三百塊 真的 你看它軟糯了 你蒸一下它多軟糯 它就會抖 而且你每一口米血 都帶著孜然 滷汁香 對 然後還有這樣子脆口的一個花生 還有你看花生咬起來的脆度 對 然後它整個顏色 都是非常鮮明 而且家裡就這麼簡單 幾個步驟 而且重點是 你幫我們這個顏色配的真美 對 我們就把這個滷味 外在美又內在美 質感提升好多 就剛剛講的 真的是 美味又美妙 我們給我們 好了嗎 好了 這個裝盤就好了 我們給我Fly個掌聲 真的太感謝了 我們真的非常謝謝我們的Fly 對不對 好厲害 馬上把我們這一桌升級 而且你剛剛講的 招待朋友來 太有誠意了 對 趕快嘗一下 嘗一下 趁熱的時候 對 Renys 你剛剛講是說 米血的話 如果你喜歡吃 再軟一點的話 你就蒸的時間 久一點 你蒸時間久一點 或者是你微波時間久一點 因為它其實已經煮熟了 所以其實你只是看 你自己的熱度要多高而已 哇 剛剛我們Fly在做這兩道創意 其實我們嚴格來算時間的話 大概十分鐘 應該十分鐘 之後就搞定了 對 五分鐘大概就搞定了 然後就要把它悶熟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 我們剛剛加了點孜然粉 所以這個很明顯的 它又多一個孜然香 這加上孜然 對 哇 真的是美味 趕快吃一下 吃吃看 你一定要嚐一嚐 好好吃喔 你看看剛剛加這個皮蛋 然後因為它再加點水 去悶的過程當中 這皮蛋的香氣又跟這個 OLED的香氣又融合在一起 它也是另外一個感覺 對 而且你都幫我們那個 貼心的準備好了 平衡的你看 我不知道兩位剛剛吃的時候 有蛋白質又那個 剛剛講 覺得鹹度夠不夠 酥菜 鹹度都還可以對不對 有發現嗎 剛剛沒有加任何的調味料 你沒有再加鹽 醬油什麼都沒有 只是靠原本這樣子 滷味的一個風味 然後去加其他蔬菜之後 還是可以讓這個東西 相得益彰 還是一盤好料理 好好吃喔 不然你覺得吃的 真的不像是豬血糕 更像是一道就是 對 很新鮮的這個食材 現煮給你吃的 可以上館子賣的 我們建議就是你們 如果在買外面那些冷凍食品 其實滷汁是很重要的 因為盡量就是 它滷一過完畢之後 滷汁就倒掉 不要重複滷 因為其實你 滷汁弄太久 它會有雅硝酸鹽 而且會有很多的這些 可能變性的蛋白質 或者是它本身 如果它蔬菜沒洗乾淨 那些重金屬 跟農藥也會沉澱 所以不管如何 就是最好那個工廠 它如果還有按照 台灣人工食品法的規定 它其實是滷完之後 滷汁就一定要丟掉了 它是不可以再餓滷的 如果有串位 你一吃發現 有其他食材的味道 你再把滷汁是二、四、三的食用 那其實就有風險 那請教一下 比如說我們可以加熱吃 也可以吃冷的對不對 那這個時間的掌握呢 其實你可以 很方便的做法就是 你把它退冰 兩個小時後就可以吃了 它不需要經過加熱 像這些都是退冰的而已 對 直接退冰就可以這樣了 就是這個口味了 OK 是 這樣太簡單了 應該走歐勒通的米血 我們會建議稍微加熱一下 它可以比較軟糯 當然你如果不加熱 你要稍微吃比較硬的口感 也是OK的 對 比較有嚼勁的口感 你就不需要加熱了 只要它的味道好吃 才夠新鮮 其實它也可以是主角 它也可以當配角 對 我覺得福爾來講得真棒 超好吃 太感謝兩位朋友來分享 我們真的是越吃越帥氣 讓我們今天這個國民的美食 馬上就跳升為什麼 這個五星級的 六星級的 而且是創意台菜料理 而且創意台菜料理 非常謝謝兩位 好 也歡迎您繼續追蹤我們 樂和SOMACHYT的一個頻道 感謝您 我們下次再會了 Bye Bye